特別屢命而言,就叫孤寡星 有獨守空房之障,這顆星來講 最好就是化綠 化綠之後就會令到舞曲星減少那個形刻 焦點視頻,紅中玉,風水命理的時間 螢光幕見到紅中玉師傅 你好 師傅,我知道很多網友或者觀眾 都會找你批算榴槤 而很多時候你都是用紫微斗數 去跟他們批算,然後給他們一些意見 無論是他們的大運 或者是他們本身的名格 你都有一些意見 甚至乎他們問你的問題,你都會去解答他們的問題 所以我相信 紫微斗數這件事 一定是你 可以給到很多 資訊給我們觀眾的 一個工具,術數的工具 有很多時候都想請教 因為 我知道 在紫微斗數來說 就是說 在不同的工位裡面 有一些不同的星 進去就會有些反應 有些意象 而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我們這個 命工 我知道有很多不同的星 進去我們的命工的時候 我們俗稱叫做什麼星 坐命工 那就是會很影響那個人 他的性格特質 還有或者可能 就是他一些個人 有些什麼意象會產生 所以接下來 可能有些集數 我們都會請教師傅 給我這些基本的知識 給大家 很有趣的 今集我知道老師 準備了有兩顆星 就可以去講講的 是嗎? 是,沒錯 不妨請師傅講解 好 第一顆星就叫做 母谷星 母谷星在紫微斗數裡面 是屬金的 它是代表財星來的 最好進入的工位 就是財白宮 和田澤宮 這兩個工位 性格來說 這顆星來說 是屬於果敢決斷 有象星的性格 是比較略為衝動一些 固執的個性 容易會得罪人 做事來說 有耐心 做事來說 比較喜歡腳踏實地 比較現實一些 適宜重傷 有毅力的 有暫感 手諾言 因為是屬金 金主義 所以有諾言 有義氣的 缺點來說 比較孤僻一些 有刑黑六親之象 如果命功是沒有谷星的人 六親圓 都是薄一些 所以來說 亦都是代表缺乏 圓容 處事來說 比較要求 是嚴苛一些 自我要求是高的 權力欲 亦都是大的 亦都是不認輸 喜�露營於色的 如果他生氣你 你就知道 他的樣子 擺在他的臉上 生氣了你 財星不發少年人 凡是這個星來講 在35歲前 都是不會發達 所謂不發 即是不會發達 即是不會很好環境 就算是好環境 都會跌下來的 工作方面 適合武職的發展 例如軍警界 工程界 甚至財經界都可以 那母曲星 就疑男命 不疑女命 即是適合男命 不適合女命 那為什麼呢 因為女命 婚姻就會有型黑的 不利六親之餘 還有型黑的 男女都不疑早婚 早婚是代表 有機會分手離婚的 因為這顆星太衝動了 特別是女命而言 就叫孤寡星 有獨守空防之象 這顆星來講 最好就是化綠 化綠之後 就會令到母曲星 減少那個型黑 代表人物來講 有關羽 基法 敵清 曹操 御林大將軍 武才神等等 那型貌來講 母曲星的型貌 通常是說 型小而聲高 即是說 型格來講 不會很高大的 中頂身材 中頂身材 聲音來講 高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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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半音 母曲星立命 最好立在神術醜味 那就最好了 因為土生金 主富貴 母曲星如果見到殺星 通常都會有一技旁身 比如見到瓊陽陀螺 或者火星靈星 他又有 一些一技旁身 做一些專業技能的工作 母曲星和貪狼星 在神術醜味 我們叫少年不利 所謂母貪不法少年人 先憑後庫 如果 如果 如果命工 母曲或者其他命工 或者福德功 見貪狼 也都是 叫母貪不法少年人的刺隔 而去到35歲之後 即是人生的下半步 才開始慢慢慢慢會好運 以上 我就是對母曲星的看法 另外 七殺星的星是怎樣 究竟性格 七殺星是錯命的人 性格來說 比較上 七殺星是屬陰火 性格來說 是屬陰金 陰火兼陰金 它是兩個五行的 藍斗星來說 是第六顆星 化氣為象星 它都是一顆象星來的 主言不殺 孤黑之星 就是有些 你看到的樣子都好像生氣了你 七殺星屬於開創營的性格來的 它代表衝勁 有領導的能力 能獨立這個決策的 七殺星不適宜和人合作 不善 即是它說不善於合作 行動力是很強的 能夠獨立 自面對任何困難和挑戰的 七殺星象徵來講是威勇 能衝鋒陷陣的 冒險泛爛的特性 行事來講風格是明快 乾淨利落 但有時過於衝動的 它都是適合武職為宜的 那麼 七殺星做事理很有目標 它有冷靜的頭腦 可以在五分鐘內決定一件大事 能忍受長期的孤獨 但不能接受被人背叛 會刺激報復的手段 那麼七殺星的缺點 是衝動和急躁 有時會喜怒無常 七殺星有冷靜的性格 會沽全大局 能夠做大事 有責任感 但七殺星如果匯到六殺 任何四殺都已經有問題 同工的話 性格就會很不穩定 和脾氣會特別暴躁 做事來講會獨行獨斷 太過衝動了 很容易闖禍的 七殺星具有 決斷的性格 因此可以 憑這個決斷的性格 可以白手興家 創造事業 在殺破囊之中 這顆星很有智慧 他很有目標 做事 在事業方面應該是不錯的 七殺星不善表達自己的感情 他為人很重義氣 講做就做 是一顆言出必行的人 會克服內心的恐懼 勇敢面對的挑戰 體力來說是不錯的 身體也挺好的 是一顆有勇有謀的獨行俠 來的 七殺星的代表人物 在風神榜裏面的黃飛虎 代表人物是黃飛虎 古書來說 這顆星是惡耀 即是不好的星 來的 因為他的特性過於剛強 所以不合群 有時甚至會得罪人 樂樂寡俠 因此 親近的朋友 就不多了 同時 七殺星是紫薇 身邊那顆 叫做主碎 有時 難免有叫做 張在外 軍命有所不從 即是有時候會不聽人說的 這顆星 即是不聽老闆說的 所以有時他會不受管束 於是會自己決定 變得會獨斷獨行 不聽取其他人的意見 這是他的性格 由於七殺星是一顆心謀遠慮的人 決定問題的時間 他會疑慮重重 所以思想是比較不安寧的 七殺星最好會什麼呢 紫薇 天虎 這兩顆星主有權力 有威望 但是因為這顆星來說 文武是殊途 所以不適宜會一些文窗文曲 龍池鳳閣這些文星的話 那就會怎樣呢 就會什麼呢 就會什麼 流離飄蕩 居無定所 反而相反會不好的 逆喜會的陸傳 會到陸傳 將他的殺氣來講 減少很多 花旗暴淚 以上就是我對七殺星的看法 我知道 紅中玉師傅已經在開始 一直都在幫助 可能有一些舊的客戶 或者一些新的客戶 可能也有一些 是焦點視頻的觀眾 看到師傅的節目 然後去找他 所以呢 我覺得大家也可以把握這個機會 在影片資訊欄 找到紅中玉師傅的聯絡方法 可以請教一下他 因為呢 在這個算命的層面上面 紫微斗數呢 是一個準誠度相當之高的工具之一來的 那好了 下一集呢 我們又跟紅中玉師傅說一下 其餘一些玄學風水上的問題 好